OK,大家好,我是爱十五汤的田园啊 先一起跟大家聊点有的没的 我发现这个一聊到过,我帮你们就挺兴奋 一聊到这些个奇葩,你们就挺兴奋啊 这个不好,不好,真的不好 我们还是心态平和啊 这个,过完这个事情 每个人对这个老过的认知其实是不同的 但是这东西老就是老,心就是心 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而不是说我认为它老,它就老 你说它心没用 但是你又怎么去确定这东西的心老 我认为有一条道可以走 就是自学 虽然辛苦点,虽然累一点 但是你去自学,你学来的东西都是你的 但是有些常常也会说,哎呀,我也自学啊 我就研究原型话,没毛病,你学单向也行 可是,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一上来就去研究那种最难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也会说,其实它不难 真的,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话没毛病 你举个例子,我能看瓷器,能看我认知那种东西,你让我去打个烧饼我打不了 对吧,我去什么,炒个什么菜我也做不了 这,这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事情啊 但是你别去挑那个那种东西啊,你举个例子 原型话存质量大吗 你真的研究明白了,你能买几个呀 乳窑,存质量大吗 你真把它看明白了,你能买几个 你别说存质量大,你能上手几个正二八经乳窑的瓷片啊 真的,对的,对吧 你会博物馆隔着博里看看,就不得了 你去刚开始学,你不从那些老普餐开始,你从哪才是呢 因为满世界都是那东西,你见得到啊 对吧,你可以去上手,你也可以去看啊 咱就退一万步来说,德类,汝瑶,你已经是专家了 对吧,五大名谣,你都是专家,袁京花,你也是专家 搁哪买去啊 是吧,你就是大拍拍吧 而且得国外大拍 你看咱国内的保利家的一年能出几个乳 十年能出几个乳,别说一年 是吧 你学会屠龙了,没有龙啊 那屠龙少年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那也得有条龙让你杀啊 那没龙啊,对吧 你会得盯什么用啊 那如果又有人抬杠说,哎,那我就喜欢 我都除了乳啊,我不爱 哎,除了袁京花,我不喜欢 行,那你要这么抬杠,那就没招 那你加油,我祝你幸福 那只能这样子 但是一般来说,很多很多的藏友都问过我 说,哎呀,我们要自己自学 我们选择自学这条道,该怎么办 告诉你老普餐 词片 而且别去一开始整的什么好词片 就整的破铜烂铁的词片 老普餐 碗青民国,杨兰,夹状片,棋子外 你就从这开始准没错我说的 对吧,缠织连选手 先踏实当个缠织连选手再说 你缠织连都看不回 你要看什么呀 是吧,你就看单色柚去 当然也有天赋一鸣了,我只会看单色柚 我就看不了缠织连存在 但是如果说,咱们自己自学 你先从简单的开始 是吧 很多人说,缠织连是不是太简单了 我告诉你,缠织连不简单 我曾经干过什么事情了 我把这个,缠织连的这个花骨 我买了一个馋子,它缺了点肉 然后当时有那个石膏补上 之后,我自己拿笔画 我想把那个,迷出来 很难啊,你去试一下 你就知道,其实很难画 你别看缠织连那东西 不就能线条画莲花,画个莲花,挺简单 你试一下,很难的 你要做到凡而不乱 很难的 所以我们,你要选择进新手村 我建议你进这个新手村 进缠织连选手的新手村 不是为了让我们缠织连选手的队伍更加壮大 而是通过缠织连 我们以后能够摸到更高级更好的东西 而不随便的塌了 对吧,不是空中走割 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这真的是回答藏手的问题 为什么我是一个缠织连选手 为什么踏踏实实去买一些老普餐 它有很大的教学意义啊 谁不喜欢好看的 可是你得先从那些个普的东西玩起 你才不会出错 这是在自学的前提下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带 如果你有一个很信任的朋友 或者就是老手 或者是业内的专员是带 另一码是 如果我这个人呢 就是你 疑心疾病重 我不容易相信人 我只信自己 我认为这条道是个正道 可能辛苦了点 可能累了点 可能慢了点 可是这条路走通了 那你就成为专家了 成为行家的路 专家你还得再往高速 你得有一定的学术技术跟知识啊 这专家这个词被 被现在变成个贬义词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一听谁是专家 我的妈感觉 像有点想骂人 其实故事的 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 你想成为一个行业的专家 是很难的 很难的 我认为 我认为专家本应该在行家之上 可是现在感觉 专家成了贬义词了 成了贬义词了 也挺奇怪的 但是咱不管别的 咱如果像踏实的 自己自学 老普参 然后那种 傻台门的那种词片 蝉直连 你踏实当个蝉直连选手 等你把这东西搞明白 你再进行下一步 都没错 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很多科技不往正向上用 我们要逼得雷很多 逼得坑很多 这就是你喜欢古安 要付出的这个经历跟代价 OK 我是爱手套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 咱都会评论交流 有什么需要购乱的 你也可以死心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